赶紧道歉吧 说你不敢撒谎 你们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林小姐 有您的快递 上面还标着礼物 什么 郑经理你搞错了吧 这怎么可能是林初夏的快递 林小姐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这个快递就是林初夏小姐 我就说吧 我给刚老买礼物 叫您不息 这不打脸吧 买了又能怎么样 这种破盒子 还有快递送过来的 哪有什么好货呀 肯定没有雨薇 送我的老色莱斯贵 一定是在晚上 花几十块钱 随便买的什么破石头吧 好 还真有可能 还不是 我给高老买的礼物 可是价值一个月的帝王水费手冲 你说你这块破玉价值一个月 开什么玩笑呢 就是 我看你这破东西啊 也就是在网上 充数买的吧 可能一百块都不到 还一个亿呢 还帝王翡翠 塑料做的 没建设 连帝王翡翠手冲都不知道 这还用看吗 你一个村屋 怎么可能买得起一个你的帝王翡翠手冲 就是 不用看啊 都知道是假 别拿着 过来玩也多人了 眼红 你干什么 当然是心里拉紧了 一个塑料做的破来 嘿你还好意思吗还是 好了 都不要再说了 不管这 帝王翡翠手冲 还是价值一个亿 还是价值几十个钱 只要是初夏送你 都行 高老 我送你的那块玉 真的是价值一个亿的帝王翡翠手冲 就是这样 手里只有我往我家送你一起 你哪里来了一个月 去买帝王翡翠 就是 别初夏 连你老公都不相信你一个月 就别吵门了 你 自家 这个家座 是没有我用你 高老 你相信我呀 谢谢 其实你没有别的撒谎 有这个生意宴 我就一起混乱走 我就没有撒谎 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呀 好了 你坐下 继续宣伴 走 怎么 敌初夏造假的这件事 就这么过去了 那你还想怎样 当然是让林初夏这个破坏 高家民生的骗子 滚出去 我没有骗人 那个手术确实是帝王翡翠做的 真不嘴硬 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 真的需要什么证据 行了林初夏 赶紧带着你的破烂滚吧 不好意思各位 我来迟了 管老 不见了 你可是 顶级建国大师 今天能来参加小儿的宴会 已经很几天了 入座请 管老 坐呀 是谁 这么没眼光 把上约的帝王翡翠月串 扔地上的 真是刀的东西 老 你听错了吗 绝对错不了 我在建某些几十年 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好的帝王翡翠 请问这帝王翡翠是谁的 我就说这是帝王翡翠手拙 你们不信我该打给你 谢谢官老 要不是你证明我的心态 我就要被赶出去了 哼 您说好 高下主 想必这就是您的大儿媳吧 您这大儿媳一看就是 不是一般人 这帝王品质可不是 有钱就能买到的 管老 你说香了 人出来就是一个 没有本事的小村公 老公这个手术从哪里偷的吧 爸 就算你看不上初夏 你也不能冤了他偷东西吧 那可是从哪弄来的 坐下 你快和大家解释一下 我可不能把我就是月神殿下这件事情说出来 啊 我不是农村的吗 这块一拙 就是我太地里挖的 想不想挖的 大少妇人真是好运气 换毛配衣服 还真是等着更便宜 既然事情已经说清楚了 那么 再走 高朗 你的生日宴会还没结束呢 咱们走什么呀 现在不走啊 待会他们又要为难你了 再说啊 今天你已经帮我狠狠的出了一口气 咱们没必要再给他们一起吃饭 好吧 你开心就好 不过 我们饭都没吃完呢 这样吧 你先回去照顾爷爷 我去买他做饭 走 哎 子村国 你眼瞎呀 没看见我站在这儿吗 要是把我手里的红酒摔碎了 卖了你也赔不起 林雨薇 明明是你故意撞到我 碰你一下我还嫌脏呢 你 雨薇 你都到了 怎么还不进了 还不是这村姑非要拉着我闲聊 雨薇 你以后离她远点 免得沾上这乡下的淘气 说的是呢 刚刚她撞了我 这胳膊 我回去得好好洗一洗 什么 这村姑竟然敢撞你啊 可不是啊 撞得我可疼了 我看她呀 就是嫉妒叔叔阿姨对我好 她在门口故意找我麻烦 想想以后嫁给你 要面对这个又土又坏的嫂子 我就害怕 雨薇 你别怕 她老公高老 在我们家一点地位都没有 以后你嫁到我们家来呀 就把她当保姆的样式 真的吗 那我这胳膊 我现在就听你报 啊 林初夏 你个村姑 撞了我女朋友也不知道跟她道歉 啊 抓你跟她道歉 求她原谅你 高则 你也瞎了吗 林初夏 你竟然敢骂我 你是不是不想在高家呆了 明明就是啊 如果是我撞到她 我的菜怎么可能掉一地 明明就是她故意撞到我 然后倒打一耙 她胡说 是她没拿住 她才掉到地上的 林雨薇 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 那我摔的这道口子你怎么解释 解释什么解释 难不成你说是我自己摔倒的 对啊 就是你故意摔倒的 对 你这个村姑还敢当着我的面污蔑雨薇 我看你是活到头了 赶紧道歉 不然以后 你和你老公都别陷进高家的门 高则 我看你不光眼瞎 你智商也有问题 你看不出来林雨薇在撒谎吗 小泽 你看她还冤枉我 雨薇 别急 林初夏 雨薇这么善良可爱 她怎么可能会想 我看你啊 就是嫉妒爸妈对雨薇太好了 不待见 所以才故意伤害雨薇 小泽 你赶紧让阿姨 把这个恶毒的人赶出高家吧 懒得跟你们废话 闪开 别当我们做反了 你看她什么态度呀 林初夏 你还没道歉呢 往哪里跑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啊 你想饿死我们一大家子吗 现在就是做饭 多起几面熟 省得做出来的菜 一股乡下的土味 我吃都吃不下 林初夏 你带我 小泽 这个小泽罪你了 不是我 是 阿姨 雨薇来了 阿姨 刚刚刚林初夏 故意撞我 差点把我买来 相信你人的红酒给打碎了 林初夏 你个村姑想造反是不是 妈 我没有 你别叫我妈 你老公又不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 你这生妈呀 我担不起 阿姨 是雨薇撞的我 我没撞她 阿姨 你看她 和刚才一样 死不承认 你要是再不承认 别怪我逞家法 我没错 明明是雨薇撞的我 凭什么我去收家法 人家雨薇可是林家大小姐 她会污蔑你这个村姑吗 就是 雨薇根本没有污蔑雨薇 而你 有很多污蔑雨薇的借口 就是 阿姨 她就是嫉妒你和叔叔对我好 她故意这么污蔑我 没想到 这个村姑这么善妒 你也不想想 请你的身份 能进我们高家大门就应该烧高香了 还指望着我和老爷对你好 你也不想想你配不配 我就是没有 不信你们去查监控 好 小泽 你去查监控 让这个村姑死下 好嘞吗 哎 你怎么这么麻烦了 要不这件事 就算了吧 这个村姑这么冤枉你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 雨薇别怕 有妈给你撑腰呢 一定让平族下这个村姑好看 我知道 但 在一家人这么闹 总归不太好 谁给她一家人呀 她跟她的老公高老一样 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们高家 风吃风喝的给她 她还敢诬蔑你 简直可恶 就是 不能原谅她 我现在就去查监控 雨白安 不用查监控了 别累到小泽 雨薇呀 你可真是太贴心了 放心 查个监控 累不到小泽了 那也费眼睛呀 走 我们去聊天 别搭理这个村姑了 雨薇 你这是怎么了 还能怎么了 怕查出监控来发现她说谎 心虚了呗 你这个村姑乱说什么呀 雨薇是怕小泽受累 怕你难堪才退障的 别不是好的 就是 雨薇 对付这种乡下来的野鸡 就是不能心软 我现在日查监控 等监控查出来 你就乖乖受家法了 话可别说的太死 小心打脸 我讨厌 我查到了 怎么了 是不是 李初夏还干了其他恶毒事 妈 你不看 怎么了 还神神秘秘的 怎么样 看清楚了吧 是李雨薇撞的我 不是我撞的他 阿姨 小哥 我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你这个村姑推的雨薇 对 就是这个村姑推的雨薇 没有没有搞错 明明是 闭嘴 还不赶紧做饭 磨蹭什么呀 我告诉你 半个小时饭菜上不了桌 我让你好看 知道了 等一下 你以为 你还想干什么 李初夏 你看到没有 就算是有证据 证明是我推的你 阿姨和小哥 还是向着我 那又怎么样